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国家强大了 国人才能有尊严 这是中国人一个切身的体会 在晚清或是民国时期 中国落后来打 中国人的性命如同草剑 脸狗都不如 在一些影视剧中 我们常看见 日本人在中国的地盘反而嚣张跋扈 日本人把中国人不当人看 大家应该还记得李小龙在电影里 一脚踢碎一块鞋有中国人鱼狗不得入内的警示牌 可见当时中国人是不被尊重的 因为中国衰落 打不赢他们 不过如今不一样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 正如如今在《战狼2》中所展现的 中国可以去往万里之外 非洲拯救国民 因为我们变强大了 在现实中 如今剧本翻转 在中国的旅顺 有这样一个景区 这个景区世界各国的人都可以进入 唯独禁止日本人进入 而且适立了牌子的 这个景区就是位于旅顺潜艇博物馆 右侧的电眼炮台 这个炮台只有五十公尺 长也只有二百多公尺 这个地方不大 但在站在炮台可以依览整个旅顺口军港 是观景的最佳值得 这里除了观景病人美不胜收外 还有一大亮点 就是一块上面写着 拒绝不承认侵华历史的日本人入内的牌子 用中日两国文字写的 主要是写给日本人看的 这块是2006年9月18日立的 大家看见这块牌子会想到什么呢 除了死人就是死人 都是日本侵华造成的屠杀 旅顺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 等等数不胜数 其实电眼炮台这个景区最初只是一个防御炮台 后来被沙额占领 用来打日本人 再后来又被日本人占领 毕竟那个时候中国衰弱 不过后来这块禁止 本人入内的牌子被撤掉了 虽然我们铭记历史 但我们也热爱和平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